雖然距離去年全面通關已經超過一年半 這個北上熱潮也不經不覺超過一年半 不過我也發現我身邊有些朋友其實到今時今日都還未上過深圳 而我最近也收到不少朋友的PM 仍然在問我一些比較 basic 關於北上的問題 所以今集就想再來和大家重溫一下一些北上的基本小知識 來做回一輯保姆級的北上功力 正所謂三軍未凍, 糧草先行 北上之前除了要準備定將回鄉證外 當然還要準備在大陸給錢的方法 傳統方法是倡定人民幣現金 但因為大陸商戶現在實在太少收現金 他們是有機會找不到錢給你 所以想去大陸玩得方便一點 我建議大家最好先準備定一些跨境電子支付工具 北上消費就會更加方便 北上跨境電子支付工具主要是有紅藍綠三大款 紅色是銀聯旗下的雲閃附APP 以及銀聯卡 藍色是支付寶旗下的RPHK 以及大陸版支付寶 綠色即是騰訊旗下的WeChat Pay Hong Kong 老實說各個跨境支付工具都有他們自己的優劣點 具體是可以看這個表 而由於沒有一款工具是可以支援大陸的所有消費情景 所以你可以考慮三個都整齊了 不過如果你怕麻煩只想弄一個的話 我就比較建議你先弄了RPHK 除了是因為它支援的商戶數量是最多之外 它還要是不用上網都用得到 比較適合第一次北上在大陸上不到網的人試用 用香港電話註冊完RPHK之後 綁將銀行卡下去 你就可以直接在大陸用它來付錢 當然你還可以選擇做身份認證 就可以用它的跨境乘車碼功能 方便在大陸搭車 不想綁卡的話 你也可以去以下地方增值餘額 不過就一定要做了身份認證 才可以在大陸上用 做完準備功夫之後 你就可以上深圳玩了 深圳這麼大 第一次上去去哪裡玩好呢 我就比較推薦大家去福田區 回展中心附近一帶 因為這裡是深圳的時代 有很多座大大小小 有不同特色的商場 而且規劃得比較好 甚至有一個龐大的地下街系統 連接各大商場 讓大家可以不用日曬雨淋 玩足幾天幾夜都是完全沒問題 那怎樣由香港去福田區呢 我就會建議大家可以由福田口岸過關 搭東鐵線去到羅馬州站 或者在屯馬線元朗站轉搭B1巴士 同樣都是可以去到羅馬州紫線口岸 過完關之後就來到福田口岸 出錯關你會見到一條向下的扶手電梯 下一層就是深圳地鐵4號線的福田口岸站 提提大家深圳地鐵要做安檢才可以入閘 但做之前麻煩大家買了車票 在這款自作售票機選4號線 再選會展中心站 之後開回AlipHK按下面的收付款 正如我剛才所說AlipHK沒有上網都可以用 所以在正常情況下 你應該可以開到這個付款馬卡出來 然後在售票機的這個位置上 這樣就可以成功買到票了 回到會展中心站後 我就會建議大家可以先找B出口 在B出口旁邊會見到連城新天地的大招牌 這裡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地下街系統 走進去上幾級樓梯 然後立即轉右就會見到領展中心城的大招牌 領展中心城雖然是福田中心區歷史最悠久的商場 不過它在早幾年就做了大翻身 疫情之後引入了不少特色商戶 玩樂體驗亦是比較多元化 當然更重要的是這裡出名冷氣夠了 大熱天市就比較適合香港人過來逛 行程的第一站我就吃餐好一點 遺留一下自己去了領展中心城裡面 一間主打湖北菜的餐廳魚潤田藕菜 人均消費大約是100元左右 湖北其實是一個很盛產蓮藕的地方 所以湖北的蓮藕排骨湯也是非常之出名 而由9月份開始也是蓮藕最當做的季節 這個時節的湖北蓮藕是非常之粉的 哇 煮得很濃稠 有一點點張住口的感覺 而且那股蓮藕香味是非常之濃郁的 不過始終蓮藕是比較看時節的食材 我早幾個月來過這間餐廳 喝過它的蓮藕湯就真的沒有今天那麼好喝 另外湖北菜普遍都是偏辣的 雖然魚潤田藕菜也有一些鹽辣的菜式可以給大家選擇 但是真心不是很多 有一次怕辣的人士就要留意一下 說了那麼久這間餐廳是怎樣下單的呢 其實現在大陸絕大部分的餐廳 都是要叫客人自己用手機 掃桌面的QRQ來下單的 魚潤田偶食這裏都是不例外 但是也是因為那些餐廳要叫客人自己用手機來下單 所以絕大部分的餐廳其實都是有提供到免費的WiFi 有些餐廳好像魚潤田那樣 就直接將WiFi密碼印在那個落單QRQ旁邊 假如你是第一次上來深圳 又沒有準備到上網的方法的話 來到餐廳之後就可以先連鎖餐廳的WiFi 然後我們就可以長按手機的WeChat 就會彈出一個選單出來 然後按裡面的掃描 對著餐廳的落單QRQ掃一掃 然後再選擇用餐的人數 就可以正式選擇你想吃的東西 選完食物之後再按右下角的選好料 然後再按現在下單 這樣就完成了整個落單過程 可以等食物上菜了 吃飽飽之後拿著單去到餐廳收銀署 然後給AliPageK的付款碼 給店員掃一掃 這樣就可以賣到單了 在玉潤田偶野 斜對面就是一條落去B一層的扶手電梯 落到B一層之後 轉右沿著客服中心的指示牌 來到客服中心 然後再向前走多一點 左邊就是中國電訊的卡卡 香港人憑著匯鄉症 在這裡就可以拿到一張 裡面有100元的儲值電話卡 足夠大家免費用三個月 因此假如大家不介意 浪費少許時間 在這裡做十名賓記 有了這張免費的電話卡 在大陸遊走就會更加方便 拿完電話卡之後 我們就回到客服中心那邊 然後我們就會看到這幅超大幅 進入了我Logo的 領展中心城港人優惠的廣告版 在這塊廣告版上 我們就可以找到AlipageK的一欄 旁邊有一個QR Code 我們就可以打開AlipageK 按下面的掃描 掃一掃上面的QR Code 就可以拿到三張總值三元的QPON 是可以給大家在領展中心城消費的時候使用的 當然你還可以順手拿到AlipageK 禁牌的其他優惠券 例如有這些消費納減券 另外在客服中心還可以拿到這張印花卡 草齊一定數量就可以換到對應的禮品 例如飲品換你券 手提式風扇 甚至是摺疊手推車 經常去中心城玩的朋友就千萬不要錯過了 在繼續介紹其他商場之前 先來賣廣告 說說我來近9月21日星期六 下午2點半至4點半 在領展新城中庭搞的見面會先 今次除了照舊有我和大家玩遊戲 還有幸運大抽獎 以及大型試食會 讓大家試吃一下中心城部分餐廳的出品 所以建議大家來之前不要吃太飽 而今次照舊是在AlipageK上賣票 費用是20元一位 而只要你有出席 我就會用AlipageK消費券的形式還給你 想買票的話就可以按首頁上的Chill生活 在看電影買票下面的大灣區頁門 就可以找到買票的頁面 而搶不到票的朋友都不用不開心 只要你出示到剛才我說的中國電訊電話卡 你就可以在4點半之後參加電訊用戶專場的試食會 所以我約定大家21號在中心城到見 然後我帶大家在匯戰中心站附近一帶走路 順便消化一下 我們就離開領治中心城到剛才的年城新天地出入口 到年城新天地的牌下面之後 今次我们就选择转右远着真仙旁边的那一条路一直向前走 话说连城新天地其实是一条挺长的步行街 连附近的一些步行街系统 总共连通了五个地铁站和一个高铁站 当然还连通附近不少大型商场以及商业拜客 而真仙旁边的这条路是可以通到购物公园站 福田地铁站以及福田高铁站 另外由于连城新天地是一条当似比较低的步行街 主要的餐厅都是一些快餐店为主 因此假如上到来想吃得轻一点的话 这条街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另外还有不少零售店铺 不过我就不太建议大家在这里买东西 在这里你会见到不少看下好像熟口熟面的牌子 但是当中有不少其实都并不是一些正版货 走过一个多字之后 在右边就有一条分叉路 这里上面有一块牌 写着火车站 由这条路一直向前走 大约一个字左右就可以去到福田高铁站 甚至走过一个多字还可以去到福田地铁站 但是由于这条路走过去是比较静 所以今天就不带大家走这一边了 不过这里也可以告诉大家 假如选择搭高铁来到福田站的话 就可以远处地下街走回汇指中心站那边的商场 又或者更近位于近日公园站上街 一会介绍的Coco Park 如果大家在地下街系统走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 其实整个系统沿途都有不少地方 是有这些地图的 大家就可以在这里参考一下自己究竟在哪里 当然也可以在这段影片底下的info box 有一条连续可以下转小弟之前画的地图来做参考之用 沿着连食新天地继续向前走 大约3-4分钟左右来到最独独 左边大家会看到革密公园站的B出口 穿过B出口来到对面的C出口 上一层扶手电梯 左边就是很出名的Coco Park的入口 Coco Park这个商场其实是一个半露天的商场 所以之前也有些传媒说这个商场的冷气非常弱 但是由于这个商场始终都是福田其中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商场 因此在这里开的餐厅绝大部分都有差不多的实力 有不少餐厅就算是在下午吃饭时间 都是大排长路 如果想吃的话就要早一点过来 由地地站出口进来之后一直向前走 走到华为和元气那里 右边就有一条向上的扶手电梯 上回地面那一层之后 右前方有一个大门口 离开了商场之后 右边的对面马路就是Coco Park的二旗 二旗老实说就没太多吸引香港人的商户 我想最吸引人的那一间应该就是这里的超级市场 叫做天雄超市 它是现时会战中心站附近一带唯一间大型传统超级市场 货品的款式是会比附近的其他精品超级市场多很多 想一站式买齐所有东西的话 这里就会比较适合你了 顺带一提如果你由刚才所说的连城新天地的罪独独 选择不是转左而是转右 上回地面就可以去到传说中的购物公园 这里以前是深圳最旺的酒吧街 但最近就进行一个比较庞大的翻身工程 可能要再过迟一点这边才会更旺的 假如你不是走到连城新天地的罪独独 早点在购物公园站的A出口就转左的话 去到另外一边的D出口就直通到深圳第一高楼平安金融中心底下的商场 老实说这里以往都是一个比较静的商场 但自从去年交给大陆管理商场最近的华阳接手之后 今天我来到就看到虽然店铺还开得比较少 但绝大部分的急铺的围板上都已经签满了店铺的宣传海报 似乎这边很快就会旺起上来 甚至连我疫情之前比较喜欢的餐厅 亦都是这个商场最旺的那间餐厅 装饰非常浮夸的桂满龙 现在也是为座板重新装着的 连城新天地的出口 这次我们就选择转左 去回汇展中心站 穿过地铁站去到另外一边A出口 大家又会见到连城新天地的招牌 不过我们暂时不进去连城新天地 而是选择转左 由A出口出禮 就来到大中华广场 这个商场以前又是一个 好像就来执就来执的商场 但在去年 它就将地铺那一层 重新装修 变成了一个叫做 神圆小镇Bit City的地方 现在这里就汇集了不少 售卖动漫周边的店铺 特别是假如你很喜欢 国产的动漫的话 这里真的可以找到 很齐全的周边 你甚至在这里 偶尔也会见到有些人 是玩cost pay的 之前暑假的时候 我来过这里 就发现整个商场 已经是被中学生 和大学生攻占了 不过由于小弟对动漫 但这件事就真的不太了解 所以在这里就不深入介绍了 回去连城新天地 继续向前走 走大约两分钟左右 左边会见到一个 通往皇庭中心的三号出口 进去皇庭中心 去到第一个路口转左 再向前走一点 就会见到一家 OLA超级市场 OLA是华阳旗下的高档超级市场 定位类像香港的City Super 不过由于它有不少货品 都是进口的 在大陆买会比较贵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主力看它一些 大陆出产的水果就算数 因为它基本上是只买最好的货色 所以在这里买生果 很难买到不好吃 穿过OLA 由另一边的出口出去 就来到福田区最大商场 卓越中心 这里有忌惮 它分为东西和北三个区 其中OLA所在的西区 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室内商场 东区真是半露天的微食街区 北区真是有不少 沉迈潮流换物的铺 和特色咖啡店 北区这里还有好几间 西餐和日本菜餐厅 不过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 来大陆吃这两类菜 因为它们要做得好吃的话 有不少食材 都要由外国进口 而在大陆 由于有不少食材 都是要抽比较重的关税 所以价格也会比较贵 再加上通关手续 是会给香港的繁复 因此也会令到 食材的新鲜程度 没有我们在香港吃到的那么新鲜 那味道自自然然 就没有香港吃到的那么好 另外在东西区中间 还有一条很阔的中央大街 是福田区一个经常举办大型活动的地方 三个区在B一层 是有地下通道互相博通 所以只在翠月中心玩一整天 都是绝对没问题 现在东区B一层 Paperstone旁边还有两条通道 分别是可以通到江夏站B出口 和连城新天地 北区的最北面 是连通到一个下沉式广场 出来之后转右 再在左手边 前一点的玻璃门下去 就来到比较新的地下街 深圳之眼西区 再继续向右前方走 很快就来到福田市中心 最多人打卡的地标 一个设定得好科幻的地铁站 俗称深圳之眼的江夏北站 而连通这个地铁站的地下街 除了刚才走的西区之外 前面还开了东区 不过东区是一条骨头巷 加上店铺没什么特别 在这里就不介绍了 另外最近还开通了 去江夏站的南区 但店铺全部都还没租出去 也是没什么冷气 都是暂时不建议大家这样走 来到江夏站 在暂时封住的C出口旁边 又是连城新天地的出入口 向前走一点 右手边就会见到 去到卓越中心 Paperstone的出入口 再继续向前走大约一个字左右 就回到会展中心站的A出口 好了 既然下午就吃了一家比较贵的餐厅 今晚就吃便宜一点 来回中心城这一层 一家新开的半面餐厅 叫做起着半面 之所以选择这一间快餐店 其实最主要是想和大家说的 大陆很多中式快餐店 都是要求客人 直接在手机下单之后 要付钱 他才上菜 虽然现在PHK 支援部分大陆的餐厅 可以这样下单之后 直接在上面付钱 但是仍然还有不少餐厅 仍然未支援到的 而起着半面这一间餐厅 就是其中之一 遇着这些餐厅 怎么办呢 解决的方法有两个 一就是 再开通一个 WeChat Pay Hong Kong 来付钱 当然如果你不想开 那么多电子钱包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 用WeChat 送完那个QR Code 选择你想吃的食物之后 就叫店员过来 按照你选择的食物 在他的手机下单之后 再帮你用HK来付钱 麻烦你帮我下这个 我想用这部吧 好的 我帮你去一下 而这一家喜着半面 我就叫了他最招牌的 黄牛肉 香香半面 甜甜的 咸咸的 带了一股 挺浓烈的鲜味的 我甚至觉得 这个味道是有点似 没有那么咸 没有那么甜 再加面条 变成了粗身版 打牙很多 健康版本 多了很多牛肉丝 在里面的 也多拦面 而牛肉质素 大家不要骑我那么高 肯定是有用粉 揉过少少的 但也不会说 揉到完全没有牛肉的 也都吃到少少的牛味 价钱就35元一碗 不值不值吃 就见仁见智 我自己也觉得 是合理价钱 最后我们又回到中心城 连城新天地的出口 转右向购物公园的方向 向前走少少 会见到一个喷水池 转左 楼梯顶有一间H&M 穿过H&M 在另外一边门口出去 就来到今次介绍的 最后一个商场 黄庭广场 黄庭广场由于地理位置 是非常优越 由汇展中心站 C出口 一出就来到 所以有不少香港人 都会选择来这个商场 不过这里最明显的缺点 就是几乎完全没有冷气 在这里逛街 就会比较辛苦 所以我就只推荐大家 逛这里的超级市场 合马先生 他是阿里巴巴旗下的超级市场 最大特色 有不少熟食供应 甚至有即导即煮的海鲜 买完之后 就可以在里面的就餐区道吃 所以大家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美食广场 另外这里最近 亦有卖平价的大闸牌 亦都是很受香港人欢迎的货品 提提大家 你是可以不用另外 Download合马 App 直接用AlipageK 都可以给到钱 回到汇展中心站 回到汇展中心站 假如你是有弄到那张中国电讯的电话卡 和AlipageK有做身份认证 你就可以选择用AlipageK的乘车码来入习 按首页的交通 再选择深圳通的乘车码 在闸牌的这个位置 就可以进入门 而假如你没有拿到电话卡 或者没有做身份认证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在汇展中心站的 这个深圳通客服中心 用AlipageK买张深圳通 虽然是要20元 而且是没得退回 但你搭深圳利铁 会有95折 巴士更加有8折优位 多些来深圳就可以回本 有交通联合logo的深圳通 还可以在全国大部分城市 用来搭车 最后最后提提大家 假如你回香港 你是会搭冬铁线的话 去到福田口岸站 不要那么快出习 记得要用了张巴特通 在习内的港铁优惠站 最多是可以便宜6元 好了 今集就先来到这里 如果大家都回大陆玩 还有任何疑难的话 欢迎大家透过Facebook 或者IGPM 我会尽快地回答大家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